不管路有多長 黑暗是彈火 烈火燃燒我 都要直接燒 永遠不回頭 我是想說 我過去阿富汗一趟 但是我會從別的地方 輾轉過去 你要去阿富汗啊 你知道你不能借鏡小偉 我 你這麼知道 我跟小偉相處得很辛苦啊 警察官 我這輩子 是不是再也看不到小偉了 林子恆 對孩子變得很沒耐性 跟著趙玉的傾向 這兩位是社會局的社工 媽媽,你不要跟過來 讓我們先跟小朋友交談 聊完之後再跟你談 我... 怎麼 警察要把翠穎帶走 找這兩個人 K&A之前把他們找到 知道嗎 我們不是范英集團 我們是萬事協的菁英 我今天來找鄭玉芬 不是找小偉的 你怎麼會這麼燙 你在發燒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 吹上風感冒 請務中心通報 鄭玉芬離世在醫院 請員警前往瞭解 叫你們找個人 你們找到警局來啦 這麼簡單的事情 還會被當成嫌犯 那是越混越回頭 要是我哥還在 你們早就沒工作了 告訴你們 不是,董事長 我們可能沒做什麼壞事 是被誤會了啦 怎麼會有那麼好壞不分的警察 你現在說誰啊 我們說誰啊 你幹嘛急著跳出來 對號入座 弟 學姐 小燕 小燕 主任 主任,等你好久了 你到底叫你手下 做了什麼事 新聞說要協尋鄭玉芬嘛 所以我就叫他們幫忙找啊 是詠雯叫你這麼做的嗎 不是啊 是我熱情贊助 警民合作嘛 身穿黑衣 面露胸光 誰看都不怕啊 找人人識別大張氣 否則這一分看到你們 鐵定跑得比你們多快 好了 人帶回去吧 知道了 還不謝謝主任 謝謝主任 走啊 這邊等放飯啊 你也回去吧 我 等劉璟回來跟他打聲招呼再走啊 不用了 等他回來我讓他跟你聯絡 好吧 拜拜 小燕 有什麼呢 劉璟跟中醫學長在建律師看 有沒有趁一份肯能藏你的方向 十祖雷 小韋人 我們已經跟林家瑋小朋友聊過了 我们发现你们并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孩子是我 什么叫他不适合跟我住在一起 林女士 我们会将小孩子做妥善的安排 这点请你放心 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到我们局里面 指定医院的检查报告 证明你的情绪是可以带孩子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心地将孩子 送回你身边 我有什么问题啊 我需要什么报告啊 孩子是我生的 你们没有资格替我做主 好了 陈专严 法律不外乎人情 她是小孩的亲生母亲 不至于障碍小孩吗 孩子的供词说 林子涵会骂他 打他 我没有打过他 我真的没有打过他 陈专严 这是孩子的供词 林家伟不愿意承认 林子涵是他的亲生母亲 一心想要回到郑余芬的身边 林家伟跟林子涵已经四年没有见了 林家伟早就忘记他是谁 对他还说林子涵是一个陌生人 我试问你 如果今天要你跟一个陌生人相处 一开始不会排斥吗 我会只有请真三队的女警 陪同林子涵照顾孩子 如果她动手打孩子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收到回报 为了没孩子单方面的说辞 就草率把孩子带走 这是他们母子的将来 会造成极大的不幸的 把孩子留下来吧 让他们母子多相处 我想林子涵会找到适当的方式 来带领孩子的 不要忘记 他们是血缘关系的亲生母子 说带走就带走 不让他们相处 这样子拆散会是人间悲剧的 是啊 这件事情很简单 你让孩子回来 我请林子涵去做检查 等检查报告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协调 好吗 既然留点都这样说了 我们希望能够保证孩子的安全 我们现在是担心 母亲动怒的时候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会请真三队的女警 陪同林警官一起照顾孩子 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 我知道了 林女士 麻烦您跟我到家房中心一趟 刘姐 谢谢 祝贵 谢谢 谢谢 怎么现在公家单位做事 都这么死板呢 好的啦 他们也是为了保护小孩的安全 你以为他们把小孩带走 没有压力 林警官 这次刘姐帮你说情 让你把小孩留在身边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 跟小孩建立起彼此的信任 我知道了 林警官 走吧 我们去家房中心 把小伙计回家 刘姐 谢谢 祝贵 aj 色彩啊 医生说你感冒了 如果烧不退的话 还要在医院多住两天 我打完针就退少了 陈颖真的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谢谢 依娃 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离开 我同志都要紧 谢谢 小伟承认她说谎 她会这么做是为了见郑玉芬 林警官 看来你跟孩子的沟通 她还是防备着你 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之前劝过你 让小伟跟郑玉芬见面 不知道你考虑得怎么样 毕竟小伟是郑玉芬一手带大的 我想郑玉芬说的话 小伟听得清缺 当然 我只是个外人 我说出我的看法 但是决定还是看你自己 不好意思 喂 综艺 在医院看到他们 哪家医院 好 我马上过去 先别通知社府人员 在那边等我 好 有民众通报 在医院看到郑脆颖和郑玉芬 我过去看一下 刘姐 我 我是不是也可以带小伟去看他们 其实你说得很对 我是应该好好去请教郑玉芬 她是如何跟小伟相处的 虽然到现在 虽然到现在 我还没办法原谅她当初把孩子带走 但是她毕竟 也当了小伟四年的妈妈 如果她愿意帮我好好劝小伟 让小伟能够好好跟我相处 我想我会考虑原谅她 我会考虑原谅她 我会考虑原谅她 这样的母亲 会是跟女人勒鼠有关吗 妈妈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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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伟 姐姐要我想你哦 姐姐 我也好想你哦 这是我在阿们那边捡到的绳子 如果我们真的分开了 你想我的话 就看着这条绳子 知道了 你在那边好不好 不好 我想回家 他们都不让我回家 明镜与真没想到 你会带小伟来看我吗 其实我需要一个帮忙 虽然小伟是我神的 但我似乎不了解她 我已经到了无法带她的地步了 当初阿发带她回来的时候 她也才两生了 也是每天又哭又长 但是我听得出来 她一直在喊忙嘛 你是怎么带她的 毕竟小伟是你养大的 所以她才会这么想你 其实这些日子来 我真的已经到快没有耐心地抵护我了 所以我才想来吃饺子 不管怎么说 我也希望这孩子好 我不想看到她这么痛苦 老实说 孩子刚回来不听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恨你 我恨你们当初 为什么把孩子偷抱走 害我这么辛苦 我现在这么辛苦地跟小伟相处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阿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要是一开始我就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把孩子送还给你 我不会生 我不知道生小孩的痛苦 只是我跟孩子相处了这么多年 现在他们要从我身边被带走 就好像割掉我身上一块肉眼 我想大概就像当初小伟 从你身边被带走一样痛苦 你能不能把我劝劝小伟 我应该做的 谢谢 谢谢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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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說現在應該把鄭玉芬 鄭翠穎隔離開來 我知道 而且還要通知社福人員 把鄭翠穎帶走 這樣會不會太殘忍啊 他們好不容易才相聚 沒辦法 這就是法律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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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位是社福人員的 兩位的消息還真靈通啊 情務中心有通知我們 找到了鄭玉芬跟鄭翠穎 我們現在是來帶鄭翠穎離開的 你們要帶他們去哪裡啊 我們已經安排好地點了 目前沒辦法跟你們說明 萬一鄭玉芬去找鄭翠穎 又帶著她逃亡 我們社會局沒有那麼多的人力 可以天天去尋找他們 難道就沒有什麼折衷的方式 可以讓鄭玉芬繼續帶孩子嗎 簡座 你也知道 她不是孩子的先生母親 那你們知道鄭翠穎的家人 在什麼地方嗎 我們盡力去寫尋 寫尋什麼 警方公布這麼多天了 都還沒有人來認孩子 現在孩子不能回到家人的身邊 要離開照顧她這麼多年的鄭玉芬 這樣子財產他們 鄭玉芬跟鄭翠穎 都會過得很辛苦的 如果孩子整天吵架找媽媽 你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會盡力地安撫小孩子的情緒 而且有專能陪伴的鄭翠穎小妹妹 簡座可以放心的嗎 盡力是一核心 孩子你們接手是另外一核心 希望簡座不要讓我們為難 兩位 互相吧 等一下進去的時候 讓鄭玉芬跟孩子 可以好好溝通 好好離別 走 劉洁 我跟鄭玉芬上進去 鄭玉芬 這兩位是社福人員 是來帶翠穎走的 我之前有告訴過你 你跟翠穎是不能在一起生活的 我又沒有做錯的事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我 你先冷靜一點 現在你能做的 就是幫忙安撫翠穎 讓他安安靜靜 不吵不鬧的 跟著社福人員離開 他沒有帶走我的孩子 你還願我安撫我的孩子 跟他們走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啊 你知道孩子不是你的 你還帶著他逃亡一個晚上 我可以不加醉於你 但是你要好好配合 我 那我還見得到翠穎嗎 你是檢察官耶 你可以讓我看到我的孩子對不對 對 但是這必須要社會局的同意 我們有這麼大的權力啊 不過你放心 我會幫你的 但是先決條件 你要讓翠穎 好好地配合他們離開 不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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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你們 不要 媽媽 翠穎 你聽媽媽說 翠穎 你不能再接近小孩子了 媽 媽 翠穎 爸爸 翠穎 不管他們帶你去哪裡 你都要聽話知不知道 我不要 不要離開你們 兩位 對 法律不外乎人情 就讓翠穎跟他孩子好好談一談嘛 小孩子這樣空鬧 對你們兩個也不方便呢 麻煩你 請你先出去 我 請問 先把翠穎出去吧 來 翠穎 跟我媽出去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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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穎的電話 你先到外面去 你先把媽媽生氣了 以後都不來看你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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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話 跟你媽媽出去 我不要 我有很多話要跟姐姐說 我不要 去牽媽媽的手 去牽媽媽的手 我不要 你先過去把媽媽的手牽起來 小偉 小偉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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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牽起來 要不要媽媽生氣了 我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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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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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偉開始肯聽你話了 來 小偉 沒有錯 這一個媽媽跟你講的 你都有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嗎 到了新的地方 要乖 要聽話 媽媽 那你會來看我嗎 我會的 你不能跟小偉一樣 又哭又鬧 你是姐姐 你要懂事 知不知道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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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學姐 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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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小偉 姐姐 小偉 學姐 姐姐 沒有錯 學妹 學妹 學姐 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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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學妹 學妹 刘姊 这是武射神 女杀手用的武器 怎么会在这边 拿来的 就是刚刚翠莹送给小鬼 这一分 这一分 这个东西你认得吗 这是翠莹跟阿喜扫加拿的 武射神 阿喜扫 好 小薇 小薇 这个是姐姐送给你的 你要把它戴好 知不知道 知道 妈 她们把姐姐带去哪里了 妈也不知道 姐姐 小薇 你听我说 林警官是你的妈妈 她不是 她不是 小薇 你听我说 她是你的妈妈 我也是你的妈妈 你有两个妈妈 两个妈妈说的话你都要听 如果你不乖 你不听话 你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知不知道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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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的话你有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你以后我才能看透 你以后 小妈妈 离开你多久 手才会放手 小薇 我叫你叫妈妈 妈 妈 记得你笑容 小薇 小薇 好乖 小薇 你看一下 我胡乖 你也没有过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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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这一分 我还是想你她 是 林警官 我留起来 好好妹仔相处吧 好,谢谢,谢谢你们 我知道,两个孩子都是你心肝宝贝 我带着他们长大 现在他们同时都离开了我 我又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要怎么接受 曾一芬,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什么事 我要知道 你在山上,从小到大,所有的生活点滴 你把事情都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想想 说不定可以让你继续见到孩子 真的吗 我已经相信 你不是卢小孩的歹徒了 我希望你也可以相信我 好,你要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小丽,陪曾一芬先回事情大 是 方警官,我要去拿翠颖的眼镜 我挖过翠颖的眼镜 我要去拿她的眼镜 罗小姐,眼睛好老板说 你把曾翠颖的眼镜带走了 我现在带来曾一芬要回事情大 麻烦你赶快过来一趟 好 不用急 罗小姐来了 罗小姐 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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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颖呢 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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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你不可以靠近小孩子了 否则我们会请警方把你带走 拜托弟 我只是有东西要交给我的孩子 拜托弟 什么东西 这是我孩子的眼镜 我走了 你是不是 哪儿 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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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读书 要不要抹好眼睛 知不知道 我知道 走 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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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要難過 謝瑜是不是幫你想辦法的 檢察官也是會幫我想辦法 但誰有辦法把我的孩子 帶回我的身邊 劉姐也要幫你 對啊 她說我只要把我從好到大 生活的狀況 在身上的情形都告訴她 她就願意幫我 劉允文以及曹道翻譯集團 跟黃德榮有關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一芬姐就麻煩你了 謝瑜 小姐 看你臉書 怎麼會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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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看你臉色很不好 是不是想問事啊 我臉色不好 先看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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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情 今天動地了 需要出動竹竹的完牌 好 好 走 他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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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出事了 快走 是啊 好 他在台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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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姐 根據這個資料顯示 他們所居住的地方 是郭東梅賣給他們的 所以我斷定 他們三個年代是熟悉的 我又請中英跟耀廷 去查他們的銀行賬戶 看看有沒有金錢上的往來 可以幫助我們的偵辦 有了 如果讓警方出面調查的話 那會變得非常敏感 可能會隨時斷信 好 主任 你的意思是說找梁農民 先前梁農民被小吾攻擊 如果古福奇 真的跟犯罪組織有關的話 梁農民去調查 會引來殺生吃貨的 我想還是找外妹妹吧 先前郭英發和外妹妹 所下有進行的報告 藉由這條線去查 應該比較快 好 我知道 還有 外妹妹知道 你通緝了曾鈺芬 就自己派人去找曾鈺芬 你是不是跟她聊聊 以後如果沒有你的請脫 千萬不要這樣子輕舉妄動 他們不是司法警察 會製造麻煩她 好 主任 我會告訴她的 好 那 這一份的時間 你倒要怎麼處理 我想我已經確定 她跟犯人集團無關 我不會起訴她的 好 這部分你處理 那再追你的事 就交給我處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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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有打聽她 那麼她應該知道 你能跑去阿富汗 這樣下來 她可能會對你採取 不信任的態度 在組織裡面 誰相信誰啊 我們的工作 不就是執行任務嗎 拿下你敢跟組織對抗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瞞著對抗 他們以為精訓挑選出來 訓練出來的殺手 就一定要服從他們嗎 反正我截然一生 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該殺的 該死的 我都勉強去做 我看不慣的事情 我就會把他們全攻出去 讓閃電組他們去查 我覺得你在玩火 而且你玩得很大 依萱 人家說 好死不如賴火 可是我跟別人不一樣 這麼多靈籃 我一直在想 我為什麼一定要過著 這樣行屍走肉的日子 我好好一個人 為什麼沒得選擇 就像那些顧問一樣 必須接受上天的問題 如果遇到一個 像鄭裕芬這樣單純的媽媽 不就還好 要是遇到一個像我這樣 從小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 要殺人 要無情 殺人必須沒有感覺 那不就很可悲嗎 我要證明我自己也是可以讀書的 做一個跟你一樣優秀的粉絲 所以我才會選擇當小說家 我知道你為什麼要當一個出名的小說家 因為這樣主持要叫你出任務的時候 他們就會考慮很久 你是一個有名的人 萬一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要調查你也很簡單 但是你偏偏要用一個張雅田的名字 洩露一些情字讓一些檢警知道 然後讓主持很頭痛 你這樣不會覺得很辛苦嗎 而且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難道都不怕有一個殺手 站在你的床前 小時候接受訓練的時候 過著緊蒙的生活 現在長大出來出任務了 難道你還要繼續過這樣的噩夢 你真的都不會覺得很累嗎 因為我跟楊姆說 她的女兒跟大家一起練習的 女兒長什麼樣子啊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的是誰 你講得這麼心有氣氣焉 我以為你小時候沒有接受過訓練 很小的時候 有跟他們接受過體能訓練 不過也就是一兩年的事情 這次到了阿富汗之後 我是覺得人海茫茫 我們真的還有機會 可以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嗎 你看 就像鄭翠穎一樣 她是一個協選人口 她是她的家人了 才不到十年的時間 她的家人 真的就這樣忘記她了嗎 還是說因為她長大了 樣子變了 所以她的家人 不認得她了 那我們呢 我們都已經過了二十幾年了 你覺得 我們的家人還會記得我們嗎 我會找 找到我找不動為止 我希望你不要輕易地放棄 喂 你好 我是謝宜萱 謝律師 你好 我在地棋園署 昨天檢查過死者貓 不好意思 打擾你了 石主任 你好 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方便跟你見面聊聊嗎 請問是公事還是私事 都有 可以啊 時間地點呢 看是要到你的事務所呢 還是來地检署 我看在地检署吧 時間呢 晚上八點方便嗎 好 到時候見 好 謝謝你啊 石正貓打給你啊 什麼事啊 他說公事事都有 這個人做事很小心 似乎可以一眼看出人的心思 該不會是 他發現你什麼事情吧 不知道 也要跟阿碰了面才清楚 謝律師 我小五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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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找到張海子 告訴他 他要的人在我手上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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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 在哪兒的警察 好 告訴我 你在哪兒 在哪兒 准死 在小ull 找大ève 結果 喂 喂 什么人啊 喂 心头 你有任务啊 那你还坐在这里跟我聊天啊 任务 小五说你要找的人已经在他手上了 要你跟他联络 难怪我去了阿西嫂家都找不到阿西嫂 反而看见真山队人在哪里 原来阿西嫂已经被小五抓走了 阿西嫂有什么问题啊 你怎么都没跟我讲 原来她也是组织的人 组织怕她泄密 要我杀了阿西嫂 所以你已经接到命令了 我并不想杀她 或许她会知道一些有关于我们的事情 霓萱 我没有告诉你那是因为任务 我不方便多说 只是小五这种沉急的咖 会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很意外 应该是组织派他来盯着你的 错 是黄德荣要他盯着我 这种事情肯定是黄德荣下的命令 这么黏想起来 郭东梅的死应该是小五杀的 黄德荣 明明知道我在找亲生父母 还逼着我去杀人 看了黄德荣已经有所动作 他要一步步的帮我推向死人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救人 知道怎么跟小五联络吗 也要等他打电话来 方便把你的电话留给他吗 嗯 听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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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柳姐 来了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不会 走吧 看到我穿这样 你觉得很惊讶 对不对 你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吧 今天比较成熟一点 我哥也是说 叫我不要穿得跟小孩子一样 所以你喜欢我穿这样吗 你不喜欢啊 不是啦 我想打扮得这么好看 自己开心最重要吗 你不会越职责 这个道理 既然你这么在乎 你哥哥说的话 那你应该很清楚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吧 我之前请你帮忙的事情 不该使用暴力 你知道吗 你是说彭宇跟林子涵那事情 我已经骂过他们了 而且其实彭宇他们 没有使用暴力 我知道 主任有说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主任并没有苛责他们 你是不是觉得 我太多管谁是了 你不要误会 我是很谢谢你 一直这么热心地帮我忙 所以今天特别跳过这个时间 想请你好好吃一顿 这样啊 这个餐厅你常来吗 之前常来啊 跟前女友来过好几次 我以为你是来这边 寻找回忆的 不是 我是因为这边的餐点不错 所以想带你来这边尝尝 想太多了你 看看有什么喜欢吃的 既然是你找的餐厅 不然你推荐吧 既然是你找的餐厅 既然是你找的餐厅 不然你推荐吧 我啊 有什么不吃吗 有什么不吃吗 有什么多吃 我不挑食 有什么多吃 我不挑食 有什么多吃 我不挑食 这个还有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你这个大忙人 突然找我吃饭 应该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吧 是啊 有关于郭英发 鲁仁集团的事情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破案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啊 目前有两个人 我把他们设定为关系人 我认为他们跟郭英发是有联系的 但是目前还找不到证据 爸 你要我帮忙找吗 但是要不使用暴力危险体 交给我吧 谢谢 古福喜和陈淑珍两夫妻 马上找到他们的下落 另外 所有跟郭英发有来往的人 有没有见过这对夫妻 我都要一清二楚 好 我知道了 郑玉芬的事情 人家没有怪我们 这次你要干得漂亮一点 将功赎罪 知不知道 是 董事长 石主任 你要我帮郑玉芬 争取郑翠英的抚养权 你不是正在帮她打官司吗 既然你愿意义务帮她 那不如好人做到底 石主任 那是因为我相信检方 没有证据证明 郑玉芬掳人勒鼠 所以我才帮她的 郑翠英是非法掳来的小孩 余法也没有办法 跟郑玉芬一起生活 石主任 你怎么会想做 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郑玉芬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才收养了郑翠英 而且也抚养了她很多年 两个人都培养出感情 心动母女一样 我想 依你的能耐 一定有办法帮她们的 这我倒是没有把握 因为只要郑翠英的家人 出面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是想 若按照以前的状况下 希望你能帮她想想办法 如果需要任何的配合 我相信郑玉芬都愿意的 石主任 我还真没想到 你竟然会为了郑玉芬 出面找我 毕竟 你是她的委任律师 如果对她没有一定的要接 我相信你不会帮她面固 所以才会请你帮着我 那云雯知道了 她并不清楚 我知道 你们中间有一些误解 所以才想说 不如由我亲自出面 来请你帮忙 养育和申育 都是很辛苦的 如果能够像林娟伟一样 找到自己的母亲 要当务 可是如果郑翠英 一直没办法找到自己的家人 那又被迫着 要跟郑玉芬来分开 那是很残忍的 你觉得呢 我明白是主任的意思 我会尽力去做 但是我没有把握 一定能成功 我了解 那就拜托你了 喂 怎么样 联络到张亚婷了没有 联络到了 我把她的电话给你 几号 我把她的电话给你了 崔英 赵英 萧尾 妈妈好想你们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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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尾 萧尾 妈妈我好想你呀 萧尾 媽媽 小偉 媽媽 小偉 媽媽 小偉 有沒有打擾到你 沒有 小偉你有沒有乖 你有沒有聽話有沒有吃飯 他根本就吃不下 他一心想念著你 所以 我就帶他來看你 你還沒吃飯 還是我弄點東西 你們一起吃 媽媽 我要吃炒飯 好 好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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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來了 湯來了 小偉 你慢慢吃啊 林警官 你怎麼不吃一點啊 我不餓 我看到小偉吃了這麼津津有味 我看了也開心 沒想到你說對 他真的很喜歡吃你做的炒飯 家裡 家裡最方便的就是炒飯 小偉不喜歡吃青菜 所以 只要炒在飯裡面 他就會全部都吃完 以後你真的要改掉 他挑食的這一個壞習慣 能不能請你幫個忙 林警官我可以幫你什麼忙 我希望你搬到我們家 跟我們一起生活 這樣子 我也可以跟你學習 怎麼照顧小偉 小偉真的很聽你的話 你說的每一句話 他都記在腦海裡 他為了怕你不來看他 他現在真的不吵不鬧了 怎麼樣 可不可以考慮一下到我們家 沒想到你願意相信我 我能跟孩子相處當然很開心 可是這樣 不會影響你跟小偉的生活嗎 我也想過了 我是他的親生媽媽 而你是養育他的媽媽 在小偉的心裡 他一直認定你才是他真的媽媽 我也希望有一天 他能夠認定我這個媽媽 當然 這也需要你的幫忙 我可以嗎 說實在的 這也是我自己的私心 為了要建立我跟小偉的感情 再加上 我跟單位請假的時間也快到了 我必須要回到工作崗位 小偉也是需要人家照顧 不過你放心 我會付你薪水 能夠陪小偉還要有什麼薪水 不只是不希望你誤會 我把你當作是免費的老公 而且小偉也是需要人家照顧 我請人照顧他也是要付錢的 能夠我跟小偉在一起 我就很高興了 無必耗錢 真的很謝謝你願意相信我 讓我再見到小偉 還可以跟他每天生活在一起 我真的很感激你 那你是答應嗎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待會兒吃完飯 我先帶小偉去洗澡 你們今天晚上就住下來吧 明天早上再下山 大桌架 你自己跟真山隊 還有閃電組都那麼熟 我幹嘛不自己跟他們說啊 拜託 我只不過是個小說家 忽然間有小偉的下落 他們肯定會問我消息 是從哪裡來的啊 我不想我的朋友被調查 我更不想被閃電組 他們問東問西的 所以才要藉由你來轉達啦 畢竟閃電組他們 不會問你太多吧 說得也是 小偉之前殺過我 我告訴他們 小偉藝的地點 也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囉 我才要請你幫忙的嘛 小五會待在那裡 待多久我不清楚 你動作要快啊 千萬記住 不能牽托我 我會完全否認的 放心啦 沒有否認 就算他們打死我 我也不會跟他們說 消息來源是你給我的 我這就去 小五 你讓阿希少逼著我出面 你真的是太不了解我的 我就讓警方去找你 你們抓我來 一定組織下命令 是誰下命令 你叫他直接跟我說就可以了 現在閃電組在找你 跟你老公 你們的身分恐怕已經曝光了 老師擔心你們的安全 所以叫我來保護你跟你老公 老師 老師是誰 既然你不知道 那我也不需要講那麼多了 是要上我們夫妻滅口 還是要保護 就直接說啊 是保護 想辦法讓你們離開 好 那我要跟阿希聯絡 我要聯絡他怎麼會合 把電話給他 這是海外電話 你放心打吧 聯絡的電話未開機 請雙方再播 聯絡上沒有 後面有開機 你們每隔五分鐘 就會聯絡一次 要聯絡到我為止 是 幫忙 幫忙 放開我 那到底想怎麼樣 放開 幫忙 你讓警方去對付小五 這樣好了 反正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是生是死與我關 你不是還想從阿希嫂的身上 知道一些事情嗎 如果警方 破獲了小五的做錯 解救了阿希嫂 你當了阿希嫂辯護律師 你不就可以接近她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 組織現在不想留火口 你確認小五會讓阿希嫂活著嗎 那也是阿希嫂的命 幫組織做事 他就要有所覺悟 隨時會有人要他的命 你這樣違背命令 難道你都不擔心你自己了 我都不擔心我自己了 你在替我煩惱嗎 萬一有一天我約到組織的命令 要我對付你 到時候我應該怎麼辦 如果組織讓你來殺我 那就代表你沒有利用價值 他們希望利用我的手來除掉你 因為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在那個時候 你能夠跑多遠就跑多遠 不要讓組織找到你 你太有自信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是在那邊 financially不要讓你 lighter